大家好,这里是香芋时刻 今天分享一个水果拼盘的做法 简单好吃又好看 跟随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个火龙果 先用刀对半切开 然后去皮 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切一下 然后两片为一组 沿着盘子边缘摆上一圈 再准备几个橘子 把外皮剥掉 然后在橘子的背部划上一刀 像这样就可以了 摆入盘中 再准备一个猕猴桃 给它切成薄片 将猕猴桃摆放在花心的位置 中间再放上一颗圣女果 再准备一些圣女果 从中间对半切开 摆到火龙果上面 一道非常好看的水果拼盘就做好了 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也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水果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着做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击关注哦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